好另外再带你来看到经常发生车祸的台11线 1月31号晚间8点多 发生了一起女驾驶自撞翻车的交通事故 那么远景抵达现场后立刻向车上的5个人进行抢救 那么年纪最小的7岁小孩童受到了惊吓 身体是多处的轻微擦挫伤 目前是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警方表示这名女驾驶竟然没有驾照 事故发生原因有待鉴定单位来分析厘清造者 经常发生车祸的风兵台11线 1月31号晚间8点发生一起女驾驶自撞翻车交通事故 远景抵达现场立刻向车上的5个人进行抢救 年纪最小的7岁小孩童受到惊吓 身体多处的轻微擦挫伤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南下车道友交通事故 严谨到场了解 细自小客车 远台11线 北往南行驶 自现场左腕到此 疑似未注意车群状态 发生致状外侧路边水沟 造成盖车辆翻车及回顺 驾驶人及乘客 身体多处轻微擦伤 目前无生命危险 警方也呼吁驾驶人开车应该要有合格驾照 并且注意车前的状况以及减速慢行 注意自身的精神状况 不要疲劳驾驶 驾驶人应注意车前状况并减速慢行 保护自己 一路平安回家 这部车辆翻车 事故驾驶人理性女子以及乘客男友 10岁的儿子 7岁女儿以及侄子 身体有多处的轻微擦措伤 已经由救护车送往部一封兵分院救治 而事故发生原因 有待专业鉴定单位分析 已厘清沼泽 记者高松霜封冰箱采访报道